好,下一個是重點 斜面 就是斜斜的面叫做斜面 就叫斜面 斜斜面一定是一個省力的工具 斜面一定會省力 計算的方式 用功能原理算 施一個力,抵抗它的下滑分力 把它推到最高點 會增加它的位能 所以等速推上去 增加了位能 做功力量成位移 MGH MG可以用W 就是單位不一樣 牛腿還是用公斤重而已 我用公斤重 W 然後呢 這個公式 F等於L分成W 高長比乘以物重 斜邊高比斜邊長乘以物重 高長比乘以物重 我小時候做這個的時候 是用力的合乘以分解 每次去畫那個相聲小型 轉來轉去看誰對誰 很麻煩 這樣比較簡單 做功的結果就是能量的改變 這答案就出來了 就是高長比乘以物重 就是斜面的計算公式 這個力就是它的下滑分力 你看抵抗下滑 它等速上升 就是把它挖它為一個往下滑的力量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L跟H越小 也就是說高越小 長度越長 就是越平的意思 它就會怎麼樣 越省力 所需要的事件就會越小 但是呢 要上升相同高 你叫走怎樣 就要走越遠 它就會怎樣 越費時 所以越省力就會越費時 越皮就會越省力 所以像這樣 會再省力一點 這樣就怎麼樣 更省力一點 但是走綠色的要走好長 走那個有一點橘色的 會走比較短 就會上不去了 所以省力的會費時 省時的會費力 好 上升相同的高度 就表示增加的位能一樣 表示外力的錯工也一樣 力量成位移一樣 位移比較大的力量就會比較小 位移比較小的力量就會比較大 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 說明省力費力的時候 講過這個例子 所以這兩個人上升 右邊的人很輕鬆 因為他所要抵抗力量比較小 左邊的人很累 因為他抵抗力量比較大 但是右邊要走很久才能上山 左邊的人走比較短就可以上山了 剛剛講那塊意思 同樣的意思 OK 這要做斜面越省力 重點一 斜面一定是省力的工具 槓桿不一定對不對 輪軸也不一定對不對 輪軸也不一定 斜面一定會省力 當然公司備好高長比乘以步驟 好 這些都是利用斜面的原理 達到省力的目的 樓梯 腕延的山路 韌口 當然我會舉這個例子 韌口 婦羅紋的蓋子 螺旋也當然我會舉的 螺旋也當然我要舉的例子 螺旋 OK 這都是斜面的運用 幫助我達到省力的目的 那剛剛講過那個斧頭啊 它叫做氣息 叫做劈 它就是上面比較厚下面比較薄 它等於是兩個斜面湊在一起 它等於是兩個斜面湊在一起 它可以幫助我達到省力的目的 好 有 只有一面的 一個斜的叫做劈一個斜的 還有兩個斜 兩個斜 兩個斜 這個畫的是兩個斜面 所以左邊一個斜面 右邊一個斜面 然後畫圖的圖示是說 我這樣下去 然後做一個分力 然後分力很大 所以就能達到我省力的目的 達到省力目的 所以心心施一個力 把力的效果放大了 然後效果叫做劈 它可以幫助我省力 氣息 好 瞭解一下斜面的狀況 剛剛跟你講過了 重點一 它一定是省力的工具 重點二 公式備行 斜面的下滑分力 大小是高長比成影 物重 把這件事繼續做可以了 OK嗎 OK